黑牛黑糖糕为了回馈社会 与中华民国慈善慈善公益爱心协会合作公益行销 取淫于2%与语合作回馈社会 中华民国慈善公益爱心协会在理事长胡伟俊的经营之下 确确实实地帮助了许多慈善朋友 是实至名归的慈善公益团体 因此在各界的见证之下 黑牛黑糖糕这份诚挚感恩的心 日后将固定的捐赠黑糖糕盈余2%给该协会 其能对身心障碍人士有真正的帮助 更期望借由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企业一起来共襄盛举 才明白我们右边这些爱心 慈善爱心公益协会的 这些这些真的是在为那个比较弱势的 弱势团里的人在奉献 像我们这我们这是正常人啊 假如说没有做又感觉上说 哎好像是心理上就就认为说这个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是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现在才找到这个福利 感谢跟大哥一起做公益这个爱心活动 我们做了也好也将近差不多有八年了 我们将近做了有八年了 这八年来呢 跟大哥他们提供黑糖糕给我们身上 或者贫困家庭小朋友 或者老人他们都很高兴也很喜欢 也借以一个次机会 也跟跟大哥说很谢谢 他的爱心 企业的回馈社会确实是不容易 黑牛黑糖糕这一次的议举 也让慈善团体赶佩 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他们 一起来做公益 让社会更加祥和 记者陈荣誉报导 以上 明镜arbe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